如果你是女生会想嫁给贺兰静婷 林震东还是顾顺 我觉得贺兰和林震东都蛮不错的 顾顺也特别好 但是顾顺如果当男朋友的话 就是每天提心吊胆嘛 他们三个角色哪个和你最像 其实都没有和我最像的 这三个都是不同领域的佼佼者 性格方面可能偏向顾顺和林震东一点 那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你们是通过什么方法快速的进入到角色当中来的 通过怎样的方法 就马上变成顾海 马上变成落音 我没有去刻意的去变成顾海 去进入角色 因为我就是这个角色 就你本身的性格就是顾海 就是我慢慢过去 我慢慢看完这个 看完这剧之后 就说哎 儿子我怎么觉得这不是演的就是 这上次就是你吗 那么作 天天 那么作 那么嘚 那么嘚瑟 关键那还那么自恋对吗 哎 哎 也就是说那你就是本色出演这个角色 就不需要可以去融入啊 或者说是投入的这个角色 角色 还是比较像我的 除了他特别有钱的地方面 哈哈 你最喜欢听谁的歌 那听来听信这么多年 最喜欢听还说就了啊 因为这东西就很回忆嘛 会自己手洗袜子吗 每次换侠就洗 还是攒着洗 一般不会每天都洗 我可能会攒个几床再洗 一个粉丝说12月底就要结婚了 可以麻烦请鱼送一句祝福吗 祝你新婚快乐 白头洗老 祝你嫁给爱情 如果想去欧洲游玩的话 你有没有比较推荐的国家或者城市 度假看海呢 其实可以去 大家平时没去到的一些小国家 就像我这次去了这个 克罗地亚 风景特别好 就是地中海嘛 那边一块地方 然后 也是 环境特别优美 但是呢 就是 你在那儿 就每天的生活 就是除了看海 就是只能喝酒 就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干 但是如果你喜欢去像游泳啊 然后呢 这样子去度假 晒晒太阳 我就可以去一下这样的小国家 然后我又想 去海边的这种石子小路上 开一个小酒馆 然后白天可以去坐坐潜水教练 晚上的 就可以在酒馆 见着不同的人 或者不同的酒 就是我一个 向往的生活态度嘛 偶尔也会和朋友 大家出去聚一下 就是休息的时候 其实跟朋友相聚的时间 也不太 不太长 每一次因为工作 大家工作都很忙嘛 然后回去 能一块吃个饭啊 见个面啊 就 就就就 抓紧时间 扮演买单的角色 就是我自己 我比较喜欢买单 会抢着买单 最可爱的时候 抢买单的时候 可以现场再还原一下吗 我不记得当时怎么说的 随便说一个吧 海绵宝宝 我们来抓中一把 是这么说的 是这样的 拿上两毛五去吧 我的天哪 两毛五 我一直都想有两毛五 也不是这两毛五 现在拿着钱去买个棉花糖吧 棉花糖 我简直不敢相信 需要我模仿他的语气 还是说我可以 经典之声 海绵宝宝 海绵宝宝 来 拿上两毛五去吧 我的天哪 两毛五 我一直都想有两毛五 这也不是两毛五 现在拿着钱去买个棉花糖吧 棉花糖 我简直不敢相信 棉花糖 棉花糖 呼叫海绵宝宝 回答海绵宝宝 收到3D请回答 我已经看到下棉花了 你要我现在就进去吗 先不要审 太大星 还在抬他的节目礼物是什么 这是谁想起来的时候 请赵小哥哥 帮我们来选下一位 我的问题是 预告片上沈腾开的车子上写了哪三个字 你帮我选一个知道答案的朋友 彭哥开的车上写了哪三个字 那我拿着手机写着黄景于我爱你 那个是吗 来来来 给他一个话筒 宝宝们爱你 好不要紧不要紧 让他说话 沈腾哥开的车上写了哪三个字 求赞助 求赞助对不对 答对了 好礼物送给他 你看我们今天的礼盒子 就是要把北方的祝福带过来 因为今天晚上工作完之后 大部分的我们的工作人员都要回北京了 所以我们特别呢也打包了饺子 未给现场的观众 我们请工作人员麻烦 饺子从哪拿 是我们下去拿还是怎样 好拿上来 来我们给各位主创一些饺子 你们你们五个人啊 先替我们尝一下冷不冷啊 这个有点冷 这样 我们谁想吃饺子 举手我看一下 哪边的呼声最热 我们就去哪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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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